而且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 它可以代表我们人民 向那些企业 不管是国营企业 还是私营企业去说话 这是它代表老百姓的 对吧 好 谢谢 来 请 苏老师说了 就是要政府来切这第一道 但是我觉得现在 有没有 就是一个组织 可以去监督政府这个分蛋糕呢 就是说万一说 就是说政府 在切蛋糕的时候 它把企业那块缩小了 然后把企业那块囤进自己那里 怎么办呢 就是说如何去监督政府这个行为 现在是对政府的监督是很无力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条件还不是很成熟 因为这个第一道是只有政府才能切好的 首先税收是政府定的 当然是税以法定 我要少收点 老百姓就多了 我要让国有企业上交利润 也只有政府才能做出这个安排 我要对中小企业让利让税 我也只有政府才能做出这个安排 温总理讲 要让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中发挥调节作用 好 谢谢来 吴静来 其实在一次分配 初次分配上头 我们更多的依靠市场 而在二次分配 当然现在还有人提出来三次分配 在二次分配或者和三次分配的时候 我们才由这个政府来做的更多 诶 这很有意思 一个是说第一刀动手的时候 是要靠政府才能做 因为政府享有的是财税的这个调节权 但是你却认为在第一刀当就让市场来做形成 市场做的更多 我因为工资总的来说 工资它就是一个价格 市场来决定价格 才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的配置 当然我针对刚才我们几位嘉宾的发言 我想做一点点评论 就是说 我反对这个计划 这个收入倍增计划 但并不代表 并不是说我反对政府干预这个市场 大家知道 其实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市场它经常会有不完美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劳动力的市场 它更加不完美一些 正是由于这些市场不完美 所以我们需要政府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做这个事情也有一条原则 就是它是弥补这个市场的不足 让市场机制 发挥更好的发挥作用 而不是去干预它 我觉得对方在某些观点上跟我差别不大 其次的有点混淆 哪些方面 比如说 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 这一点我们都是共识的 政府调控是补充 这没问题 问题是在蛋糕里 你政府收税的多少 是决定企业这一个蛋糕的大小的 先定完这个 企业才跟劳动者集体协商才能定 讨价还价才能定好 对 黄色的这块企业它到底能够多大 关键是在政府的这个 如果你政府少要点 它那就谈判的空间就大 你要政府多拉点 它谈判的空间就小了 这个应该说是很简单的 好 现在问题是我请问厂销嘉宾 现在目前中国的条件是不是势在必行 你觉得是否可行 以目前的整体的经济情况来说 来厂销嘉宾表达你的意见 企业它能不能够就是 倍增把这个利润分 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利润分给这些居民 因为有我们知道咱们国家制造业 他们那个利润也就5%到8%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再提高这个员工的收入 有很多的企业就会倒闭 对于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国家需要正式 需要出台很多措施来解决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刚刚苏海南老师也说了 他说关键是第一刀是由政府来切 但我并不觉得就是政府该怎么切 而是说政府应该把这个东西让出来 而让大家来决定 比如说政府说他要建立一个机制 说让大家来维权 在外国他有很多就像工会啊 他们都会组织工人就是 就是联合起来向企业谈判 然后涨工资还有一些权利 如果要靠政府的话 有很多时候政府就没办法很准确的知道工人的意愿 好谢谢 谢谢谢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了 苏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有人讲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惯例的 不是苏老师这边独创 日本的国民收入在1960年的时候 你看日本首相当时他启动为期十年的这个计划 定下目标 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7.8% 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是6.9% 最后的结果你看看增加了两倍到1968年就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之所以做到当时世界的number two 跟这个计划有关对吧 有很大的关系 而它的条件跟中国是不是一样是能吻合能够复制呢 应该说到现在不是太吻合 如果到在90年代或者90年代中后期 它实际上是日本在二战以后 经济开始整理整顿开始起飞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呢 就是因为战后啊 它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 它是国民收入是六年达到了倍增 原来十年计划 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呢 是七年达到了倍增 它这个后面两个倍增跟前面一个倍增的 这个增长速度比较匹配 我们现在呢就是还在经济发展快速发展过程中 这个条件是相似的 但我们有个基础不一样 就是现在的贫富收入差距比较大 所以我一再讲清楚 我所说的这个不是简单一个倍增 只是参考它这个做法 首先切好第一刀 然后呢我们内部这个居民内部 后面的到时候再说还有配套措施 还有很多措施要跟上 好谢谢来吴欣来补充吴欣 我可能还两点看法 第一个都不会站到这里 可以没问题 就拿这个数字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在60年代 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日本的 实际上这个比例 如果我们看这个收入 在国民增长总值中占的比例的话 它实际上变化是不大的 这是第一点我想讲的 第二点我想回到我的作用上 再讲第二个看法 就是关于收入分配差距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 有很多的做法 有很多做法我们根本就没有 我们已经看到了 但是还没有做好 那么收入 你这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这是一个总量计划 对不对 我们用一个总量的计划 去解决我们的结构问题 这是不是你工具都选做了 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有两件事情 我们是应该花大力去做的 第一件 第一件就是反腐败 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 是遭人痛恨的一种 第二件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的垄断行业 这个垄断行业和这个非垄断行业之间的这个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在过去是扩大的这个趋势 从了这个市场扭曲造成 政府职能应该是强大这方面的力度对吧 对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应该消除这个这个市场的扭曲 而不是用另一个扭曲 谢谢你的补充 我还是回到这个主题来 经济议题 我还是回到经济议题来 我想问的是 如果真的采取了这个居民的收入倍增计划 到底他之后这个蛋糕是让全民一块来收 来共享 还是只有少数的记得利者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我们再请出另外两位嘉宾 下我们的现场 待会见 这个用数学模型来做 完全成立 将在实际当中运用 困难重复 背成这个概念 也绝对不是说人人见人事都长一倍 绝不是这个概念 蛋糕切好了以后 企业有多少的余地来跟职工来谈 问题的关键在于就是说 你要让每一个人觉得公正 你能够做得这么详细 你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个人的话 我相信我们当年搞的计划成绩就不会失败 无论怎么分配奶油是给了另外一部分 但我看你的皮肤 我看你还是这样 你还是这一层我在下面呢 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加精彩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能靠花拳袖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民态 好空调 格力造 搭乘国航 带世界 摩揽上海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激情南非 享乐更多 登陆沃门库 直击赛场 查赛城 查赛矿 搜球星 搜花絮 看直播 看上门 海洋资讯 高纵畅响 就是沃 精彩在握 中国联通 早完成 起碼 fragen reminder 飞 两份 完 כ arkadaşl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